目前 中共官方正在進行新一輪的戶籍改革制度 已經被中共固定在農村幾十年的不許動的農民 正在開始被移民小城鎮 學者認為 因為地方政府需要土地生前 正在用加快城鎮化建設的方式 強迫農民城市化 而世界上享有諸多福利和公共服務的大城市 農民是難以進去的 即使考入大城市的農民大學生 想得到當地的戶口 也是難上加難 目前 中共的右運輪戶籍改革 似乎已經由夏毛毛雨士的宣傳 開始進入實質階段 據中共喉舌新華社報導 目前 廣西北部灣已經制定出具體辦法 來實現中共7月份的戶籍制度改革 中共國務院7月24日印發的 《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中說 為適應推動新型城鎮化的需要 要合理引導農業人口有序向城鎮轉移 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 學者指出 由於中共把民眾的一部分稅收用於大城市進行福利和公共設施建設 造成城郊和鄉村赤裸裸的貧困 甚至比非洲還窮 而大城市戶口的含金量則是越來越高 據南方周末報導 畢業8年的正規本科畢業生 要花費45萬元才能拿到北京戶口 而經過中介轉手後 一只北京戶口竟然可以炒到72萬 在上海 戶口的價值不僅體現在子女教育 醫療保障等多方面的福利上 買房買車 擇偶方面的作用也很大 連生孩子街道還會補助3000元 調查顯示 擁有上海戶口的人中 有67%表示不會出賣戶口 而願意放棄戶口的平均要價超過了90萬 最近中共國務院發改委規劃司長徐林說 一個農民工變成市民 平均需要花費8萬元到14萬 城市越大 花費越多 花大起始 那麥地不是為了阻止把農民變成城市戶口 而是為了阻止農民到大城市來 其實農村戶口主要是政府是賺錢的 到城市打工的農民 大多是勞動力 要去交那社保的 在海戶大城市 如果沒有外來人口交社保的話 它那時候 養老金制度是入不敷出的 世界上 據原中國清源政治學院副教授楊之柱 此前發表的文章披露 交了社保的城市打工農民 並不享受城市的福利 即使農民的孩子大學畢業後 在城市找工作也還是很困難 有的處境甚至還不如農民工 只好回農村要求恢復農民身份 當他們得知原來擁有的土地已經失去時 才大喊上當 但是他們上訴到法院時 因為他們的城市身份還是得不到土地補償金 共產黨奪權後進行過幾次戶籍改革 50年代開始將國人身份 分為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 把農民固定在農村不許動 農民從此成為二等公民 農民想要出門做手藝 還要給生產隊交錢 要大隊裡證明不是壞人 上世紀80年代後期 戶籍嚴控制度開始鬆動 大批農民開始進入城市打工 儘管農民工還是扮演朝之寄來 挥之寄去的角色 不過第一代農民工開始在城市紮根 他們結婚生子教育問題 醫療問題 勞動權益問題也隨之而來 而農村的留守老人 留守兒童造成的悲劇也層出不窮